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大家给我一个反馈 听得见吧 声音怎么样 我先道个歉 出差回来前两天身体不舒服 然后今天才想起来找刮胡刀 刮胡子 没找到 不知道扔哪去了 有点不求便服 向大家道歉 那我们回到正题 就是我们今天是我们十讲的这个第七讲 那我们这之前上一讲的时候做过回顾 我们这十讲的大致的结构呢 是前三讲说的是技术 这个无所不在的智能和这个VR AR元宇宙 和这个机器人和这个自动驾驶等等这些硬的技术 数字技术和现实的这个物理上的硬的这个交互实施的技术 结合到一起呢 能够使得服务实现无所不在 能够实现服务规模化 那么但是呢 它不不只是作用在这个应用层面啊 这个而且作用在产业层面 所以我们给大家讲了这个制造业啊 讲了这个先进制造 讲了这个能源 讲了这个供应链 然后呢 这个今天开始我们后面四讲就是在应用层面上的了啊 就是这个服务规模化呢 它会应用到一个一个领域里啊 当然呢 这个应用层面呢很广啊 各个领域 我们讲现在呢 已经服务规模化进入了展开期 也就是在各个行业领域得到广泛应用了 那肯定不止我们说的这几个哈 最后只有四讲了 那这个我们正好应该是12月18号是吧 应该有一个这个 我们的前二大会啊 前二大会上呢 我们会对更多的这个领域啊 就是服务规模化进入的领域呢 做一些梳理啊 当然呢 这个具体 当然因为本身前二大会也只有那么长的这个时间哈 所以这个藏后啊 明年我们会对更多产业啊 对这个服务规模化给这些产业带来的机会做梳理 甚至说啊 我们明年会专门来讲啊 在服务规模化的时代呢 要以服务为核心来打造自己的业务 而不是像以前一样以这个产品为核心来打造啊 我们这都是我们明年再去讲的东西了 那所以今天呢 这个我们回到这个 这个后面这四部分啊 四讲呢 就是讲应用层面了啊 从各个产业领域去看啊 这个服务规模化会对这个产业形成什么影响 当然呢 这个还是惯例啊 上次的回顾啊 这个简单说两句了啊 就是啊 这个 我们说啊 这个啊 上次说的是这个供应链部分啊 啊 这个啊 这个供应链这个核心呢 肯定是要 我们主要讲的是三个层面啊 第一个层面呢 是自己啊 内部啊 数字化打通啊 实现对这个自己的供应链的更可观可控 第二个呢 实现上帝视角啊 就是使得供应链能成为自己的竞争优势 啊 第三个层面呢 要更前瞻一步 就是从这个产品型的供应链向服务型的供应链转型啊 用啊 这个供应链来支持服务提供啊 这个后两部分呢 尤其对中国企业来说 尤其是中国企业在全球的竞争力上来说呢 啊 都非常重要啊 所以这个是我们上一讲的内容啊 那这一讲呢 我们就进入到这个应用领域了 应用领域第一个呢 我们讲生物医药 那生物医药呢 当然呢 这个可能大家一说起来呢 都会陷入到一些具体事情上啊 比如说这个最近的这个新冠的这个疫情啊 这个又有了新的变化了啊 大家就觉得说怎么到了21世纪 这个生物医药还是那么不靠谱啊 对吧 但实际上呢 我要跟大家说呢 其实如果没有这个21世纪的生物医药做保障啊 没有这个疫苗 没有这个防疫手段啊 这个做保障呢 我们现在的局面要这个恶劣的多啊 也就是说这个如果我们是这个就这个说白了 就是新冠比100年以前这个西班牙大流感要严重多了 这个我们之所以控制成这样啊 这个世界都还是不错的 就是因为我们的生物医药还是做的不错的 但是啊 注意呢 就是说我们容易对一些 呃 对眼前对我们形成影响的事情呢 过分高估 也就是说我们会觉得这个疫情 对生物药产业似乎很重要啊 所以很多人就说你看这个莫尔德纳暴涨了啊 这个这个辉瑞为什么没涨 辉瑞也涨了一些啊 大家都关注这些去了 但是呢 实际上我要告诉大家呢 这个疫情呢 它是个短期影响啊 对整个产业呢 没有形成一个 呃 这种实质性的深远影响啊 对社会的影响远远高于对生物医药产业的影响 而什么东西对生物医药产业的影响大呢 呃 就是我们这个呃 PPT上显示的哈 真正对生物药产业影响大的呢 呃 是这个所谓叫服务规模化 就是说呃 是由于呃数字化啊 就是我们叫大数据啊 云计算啊 人工智能啊 这个数字化带来的啊 这个服务规模化 这个呢 是对不光是对这个很多其他产业啊 对服务业你容易理解 因为服务规模化了嘛 对吧 但是呢 生物之药也受这个的影响 所以我们今天就给大家来剖析 那其实也是用这个生物之药做个示范 就告诉大家说 呃 我们讲的一个大的这个产业趋势呢 呃 它会就是影响到各个行业领域啊 那我们学要学会在思考一个细分的行业的时候呢 要首先想到大的产业趋势 它是怎么进入到这个细分行业 对西方海业形成影响的 所以呢 不要这个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啊 生物呃 分析 坦白讲 生物之药分析的这个大多数人啊 就容易一杆子就扎到这个新药研发上去啊 这个新药研发机理到底是什么啊 这个药到底是有没有效啊 这个有没有毒副作用啊 这个新药能不能成临床怎么怎么样 就容易到细节里面去 但是呢 它毕竟还是一个产业 这个产业呢 还是受这个大的这个技术影响 所以我们为什么一直在强调啊 先要宏观再逐渐的沉降到微观啊 看企业也是一样 先看生物药产业啊 然后再看这产业里是什么技术啊 技术到底对这产业形成的是什么影响啊 是颠覆啊 还是这个是增强啊 还是新增啊 然后再看这技术掌握在谁手里 谁是这个技术的受益方 这么去分析啊 这样你才能够最后找到啊 这个产业里面这些生力军啊 这有生力量到底是谁啊 这个生物医药也不例外啊 这个我们今天给大家示范就告诉大家 大多数情况是这样呢 这个经常大家拿生物之药当例外 就是你看说生物医药和别的不一样啊 但是我们告诉大家生物医药不例外 对吧 那为什么不例外呢 回过来一样哈 就我们讲的生物医药的核心呢 就是这个创新药啊 这个是永恒不变的啊 那么当然呢 这个创新药呢 就需要有这个强大的研发啊 照我也显示了 这个美国其实美国每年啊 这个批准的新药呢 就是差不多50个上下啊 有有有有时候少一点啊 多数时间是50多个啊 这过去这些年都基本这数 那么这里面呢 差不多一半以上呢 都是创新药啊 这个然后呢 这个所以创新药 其实是生物医药的这个主力啊 那中国呢 我们以前也一直在讲呢 说啊 这个中国在创新药上比较弱啊 过去这么多年里 这个这个完全创新的化学药啊 所谓叫新化学体啊 就一个这个星号素 还拿了那边奖 对吧 这个印度原来每年还出一两个 新化学体呢 那现在呢 看起来呢 我们还是这个值得期待的了 就是你看像 恒瑞之药 现在已经是中国医药产业的老大了 他现在呢 有大量的创新药出现了 而且注意呢 就是他的这个创新药 一类新药呢 不光是这个生物药 因为我们以前解释过 生物药的这个创新呢 因为他可以叫这个 me too me better 就是虽然是 完全和别人不同的一个生物大分子 但是因为他是大分子 所以呢 他的功能集团其实是差不多的 也就是说他 包括他的作用的把点 的作用机理 其实都是跟人一样的 所以呢 在生物上呢 就没有 没有这个化学药里的 所谓叫 两种化学药里叫 patent drug 叫专利药 和这个generate drug 叫普药啊 就是 我是最先研发的 我就有专利 我是专利药 然后呢 你是 因为专利过期了 你可以仿制 叫仿制药 就叫generate 叫普药 化学药是这两类 生物药呢 因为他这个 即使我仿你的 我跟你的分子也不一样 因为是大分子 几十万分子量的大分子 那这个 我仿你的 跟你长的也不一样 所以呢 这个仿制药的 我们之前讲过 仿制药的地位提升了 这个生物药 中国 进入生物药时代以后呢 出现了大量的 一类新药 但是呢 注意哈 那也其实是仿制 因为生物药里的一类新药呢 其实还是仿制 生物药里真正的创新药呢 叫first in class 那个呢 就中国还是很少啊 这个也有一些了 但是还是相对比较少 那但是恒瑞之药呢 他不太一样的 就是他在这个化学药上 他都有一些新的分子出来了 这个在申报中很有可能成这个新化学体 那恒瑞为什么做到呢 这个很有意思哈 就是说 不是因为他的基础研发多么那么强 而是因为他合成能力强 也就是说呢 这个即使是小分子化学药 那你依然可以在这个化学分子式上做修改 做修饰 也从而达到更好的这个效果 就是说那这个周围的各种集团 你还是可以做做修饰的 那这个以前呢 这个很多的修饰呢 受限于说我能不能合成的出来 那现在呢 这个洪瑞的合成能力很强 当然中国整个合成能力都强 所以呢 这个大公司呢 我就可以放手去做各种的新药设计 其实小分子药我也可以做各种的新药设计 然后找到这个最好的新药 所以呢 这个小分子药呢 恒瑞也还有一些这个进步 那这个 但是呢 我们说这个大的趋势来讲 还是生物药时代来了 现在已经不是这个化学药时代 已经是生物药时代 其实至少是两者是并行的了 同时有生物药和这个化学药 包括你现在这个药明康德 他做这个CRO的 他就明显把两个拆分开 一个是做小分子 这个药的这个CRO 一个是做大分子 就是生物药的CRO 而且小尊专 而化学药 那我们讲 告诉大家 那个化学药其实也有修饰 也可以做这个 这个这个一定的这个修饰 来生成新的化学体的 不一定是全新的 那 这个我们说呢 生物仿制药的时代来了以后呢 这个仿制药里面的这个 这个这个生物药里面的这个典型呢 我们一直强调就百季神舟 百季神舟现在在 这个A股 H股和这个美股都上市了 这个 但是他最好的呢 就是说 他叫这个 me better 就是 我比你这个传统的 我比你这个这个这个仿制啊 效果还好一点 就是我我我确实是 作用于同一个 这个位点啊 我的这个作用集团 机理差不多 但是呢 我的疗效会比你好一点 我就主要对对周围集团的一些修饰 因为这个 这个生物分子很复杂 就他几十万的分子量 他这个大量的折叠 所以折叠出来 暴露在外的这集团到底是什么 他会和其他的蛋白质起什么反应 这对这个本身这个药物的作用 药物的疗效都会有影响啊 所以你总是有这个改进空间的 那么白积深州呢 就是在这个别人基础上改进 成了他一个特色了 那么所以这些 你们看到说 哎 好像这个和我之前讲的会有点不一样 因为我一直在强调说 这个化学药时代哈 是这个 这个这个叫大公司的天下 辉瑞默克 这些公司为什么强呢 因为他们的销售能力 市场营销能力特别强 就是他他推广能力特别强 包括说中国我们也讲呢 中国的这个市场领先的 企业呢 也会和辉瑞默克一样 要非常强的销售能力 所以你看像辉瑞默克这样的企业 在美国 因为这个销售人员的这个成本特别高 所以基本上 他常常这个常雇的 就是这个长期雇员 作为销售代表的长期雇员 因为有时候他推新要是 还会雇一些短期雇员来推 但是他长期雇的这个雇员呢 销售代表呢 就有这个三四千人 那这很大一笔费用 那中国销售代表便宜一点 所以这个像杭瑞呢 都是上万的销售代表 就上万人在中国不断的推新要 那么所以我们也讲呢 说这个因为有了这个 所谓叫这个生物药的时代来临 所以有大量的这个生物公司 生物创业公司出现了 我们原来这个大学毕业 这个都30年以前的事了 我们那时候呢 这个没有这个创业的这个条件 就是如果你做生物药的 你只能去企业或者去研究所 或者去学校 但是呢 现在呢 如果你是做生物药 当然你是从学校出来的 你就可以自己做创业 所以叫BT创业的时代来临了 那似乎给大家一个感觉呢 就是你看小公司会很有机会 包括我们也讲过 十年百倍股 对吧 你小公司可能要一百倍的成长 所以是不是这个小公司机会大了 但是你看刚才我举的例子呢 这些领头羊 还是大企业 还是恒锐 还是这个百极神舟 当然百极神舟也是从小做大的 就是说确实呢 在生物药时代呢 给了一些 这个尤其是头部的生物企业 就是最早做生物药 包括像美国也是嘛 最早做生物药 像安静 这个安静也是做起来了 对吧 就最早做生物药 那它的这个药物研发的思路呢 和传统化学药都不太一样 那这个然后又被非常看好 被被热捧 热捧的时候呢 就是资本来助力来支持它 而且呢 这些我们说生物药的企业呢 又有一个特点呢 就早上市 这样就造成的早上市 我用资本来支持我 我只要是业绩表现好 临床二七三七 这个货批 一步一步都这个数据不错的话 那我资本市场就会 对我的估值逐步提升 那我就不需要 这个大公司来支持 我也有机会做大 所以总的来说呢 确实生物药呢 是有了更多的创新机会 创业机会 也就是说呢 小公司呢 有机会做大 但是呢 我们这要告诉大家呢 一个那是乐观结论 我要告诉大家一个悲观结论呢 是小公司中间做大 但是呢 很难做到顶 也就是说呢 你还不具备和 这个最牛的这些生物药 就是最顶级的企业 就是中国不具备和 恒瑞白手腕的这个能力 美国不具备和 辉瑞诺华白手腕的能力 就是虽然你可能能从 这个很小 因为你是从零开始嘛 就是你最起码能创业了 对吧 虽然你能创业到最后做成一个 这个十亿百亿美金的规模的公司 那你就实现了这个十年百倍股增长了 但是呢 你也很难做到千亿 就你也很难撼动辉瑞 撼动诺华 这个是要大家能够辩证的理解的 就是说小公司创业机会确实多了 但是头部还是没有被撼动 那为什么头部没有被 当然这个 因为头部没有被撼动 所以你看这个 这个现在这个 这个生物药的这个大资本布局 还是以不头部公司为主 就是不管是化学药的头部公司 还是生物药的头部公司 还是这个大资本的布局的 这个主要的这个方向 那为什么是这个情况 这就是我们讲的 就是这个产业 你要去研究它的最本质动力嘛 那我们讲呢 这个就和这个人工智能 和服务规模还是相关的 那为什么这样呢 我们从最最头上看起 一个呢 就是说我们都知道呢 新药研发它有个特点 就是你这个生物药企业 就要有大量的研发能力 你要不断的上新药 因为这个即使是这个生物药 你这个专利过期了 或者说你过一段时间了 仿制药出来了 虽然生物药的这个仿制的成本 更高 但是呢 这个生物药仿制 它没有专利限制 所以大家也愿意仿 所以不管生物药 还是化学药呢 基本上都是你 如果能够尽早推出 有一定的这个独占期 你就可以赚大钱 独占期慢慢消失了以后呢 你的这个利润会下降的 如果化学药呢 基本上专利期消失以后呢 墙旁要上市 你的这个利润 基本上就跌到以前的十分之一了 生物药呢 略好一点啊 就是你能维持的长一点 但是呢 如果大家的分都纷纷的投入呢 你这个未来的市场呢 肯定也还是受影响的 所以典型就是像这个PD-1 和这个PD-L-1 这个现在新出来的越来越多 一开始这个国际上就批了两个 那现在已经越批越多越批越多 那这种时候呢 那肯定还是要受点影响的 这个尤其很多大医药公司 也都发现说这个市场很大 这个然后呢 我要和 其实我自己没研发 我自己没有 我要和别的机构合作 所以为什么白济神州的PD-1 还和别人合作 License out 我把我的专利 我把我的这个研究成果 转给国外的大企业 因为你国外大企业自己不行 你用我的 你为什么大企业能抢占市场就好了 那市场那么大 我也赶紧抢 所以就是说 新药的特点呢 就要持续不断的做研发 这也是为什么 这个很多这个新药 这个这个大制药企业 他的这个所谓叫 这个适应率不高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你如果后续 没有特别强大的研发管线 叫pipeline 就是你的 这个portfolio 就你的这个研发的这个这个这个系统里面 还有存了哪些存货 这些存货够不够强大 如果你存货不够强大呢 我就认为你慢慢你的销售就会下降 我就不会给你很高的估值 所以这个对生物药企业的评估呢 是要看明天 看未来 看你的研发储备的 所以就是说这个对研发的需求是非常大的 但是呢 这个传统研发手段呢 它这个逐渐慢慢的 我们看这个数据显示 投资货货率在在迅速下降啊 为什么呢 就是大家这么多年了啊 这个化学药 其实最早的化学药的研发呢 是是完全这个 没有方法的 是是像最早的时候 发明这个青霉素什么之类 那都是这个到全世界各地的土壤里面 去找这个各种的细菌啊 这个各种菌啊 不一定是细菌真菌啊 这些呢 然后看它这个是不是能够分泌出很多 因为它真菌互相之间抑制啊 我长不让你长 那用什么呢 就是用这个所谓抗生素 我不让你长嘛 那所以就是从这个全世界真菌 甚至到什么南极北极的冻土层底 就抠点什么土出来去 去去找有没有这个这个抗生素出现 所以那时候搞找抗生素 就跟这个爱迪生发明灯泡似的 都是瞎撞 然后后来慢慢慢慢就开始说 这结构设计了 就我对这个分子啊 对这个结构啊 越来越清晰 它怎么作用这个机理越来越了解 我就可以有意识的去设计了 美国第一个做结构设计 这个医药企业叫Vertex 后来也做得非常成功 那所以慢慢呢 就进入一个更理性啊 更计算机辅助设计的阶段了 你看这个 当然这前提就是 都是整个数字时代的到来 那计算机辅助设计 现在也已经过了好多年了 该辅助的都辅助了 该发现的都发现了 对吧 那所以传统的这个 这个这个研发的招数啊 慢慢慢慢用的差不多了 它效率就低了对吧 那么这种时候呢 就要有新的招数出来了 那新的招数出来什么呢 就是人工智能 所以人工智能就等于当初 这个用结构生物学 去去去去这个 替代传统的这个 就是盲目的找新药的这种方法 那现在等于是更新的方法又来了 这个方法呢 就是人工智能 那人工智能呢 这个当然它是这个能够 加速这个新药研发 那我们说呢 这个其实它加速新药研发呢 也也这个 我的PPT上也列了一些 就是这个 原因很简单 就是它能够做很多的分析 就是我们说只要有大量的数据 一个呢 就是说 你可以对这个 它的这个结构 有了更清晰的了解 尤其是呢 我们看这个 这个 我们讲这个 叫 阿尔法购 这个就是 谷歌的那个人工智能的 那个那个系统 他就专门出了 叫阿尔法负 这个叫阿尔法折叠 折叠什么呢 就是把这个 一个长的一个蛋白 蛋白质的血列 蛋白质就是 这50多种氨基酸 这个排列出来 那这些氨基酸 它自由的 它到最后是用一个固定 就是 基本上是只会折叠成一种形状 就是你不管 一堆氨基酸很长 这个几十万分子量的 这个这个 非常长链的一个分子 但是它到最后不是个链 最后折叠出来 是一个团 那是怎么折叠 它这个相互之间是 这个是起的什么化学界的作用 它是有自己的一个规律的 那这些呢 以前呢 人很难 因为太复杂了 基酸量太大 人很难把它这个模仿出来 就是你用计算机来模拟 模拟不出来 到底说 我知道一个 这个分子是 我知道所有的氨基酸的序列 因为氨基酸序列 对应的其实就核酸的序列 就是基因的序列 基因序列 翻译成蛋白序列 对吧 这都是已知的 但是关键问题是说 我知道了蛋白序列 我还是不知道 这蛋白质长什么样 那现在呢 就已经 这个 阿华购 就已经解决了这问题了 就是基本上 能够8% 90%的准确率 这个大致就知道 一个蛋白质长什么样 那知道这蛋白质长什么样 裸露出来的鸡团 会和其他蛋白质 有什么反应 它就可以开始设计了 所以就是说 等于一个是我们这个 结构上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当然也是依托于 这个强大的计算能力 人工智能计算能力 那另外还有一个呢 就是其实是这种 数据库的 这个打通和交叉利用 那这个 我们简单说呢 就是说这个 这个 所谓这个 规模化的研发 就是这个计算能力上来了 以前呢 这个人干不了的事 因为计算能力太复杂了 现在呢 这个用人工智能 代替人能够干了 那么这个 代替人以后呢 主要他在研发里面 应用的场景呢 就是他每个阶段 其实都有用 但是呢 主要是在前面 这个把点识别 就是我等于是 这个机理是什么 作用机理是什么 然后呢 叫先导化和误确定 我这个把点 作用于这把点 我应该设计一个 什么样的分子结构 作用于这把点 比如能够把这个分子 能够把这个把点给堵住 比如说PD-1 它就是一个所叫 这个这个这个 PD-1 实际上全称是PD-1受体 就是这个受体抑制剂 就我 我本来这是一个 接受这个蛋白的一个把点 我用一个蛋白 把它给堵住了 对吧 那我如果知道这把点 它长什么形状 我用什么蛋白 能够好的堵住 我是可以通过结构来计算的 所以就是 就可以识别把点 可以来确定先导化和误 然后呢 包括药物重新定向 我这个药物本来 这个还能治别的 所以这些呢 都可以这个有很多的 这个就是通过大量的 这个数据啊 都可以用人工智能来提升 这个药物研发的效率 这个现在是比较这个 比较常见的了 那当然呢 这个也会有很多的 这个成功的案例 你看这个基本每年 都有很多的新的 这个案例出来 比如我们刚才举的 这个AlphaFold 它就可以通过 对这个氨基酸序列的 这个折叠啊 就能形成这个蛋白质 就解决了蛋白质的 3D结构这个难题 这个是困扰了科学家很多年的 而且这个在制药上 非常非常关键 因为你有时候你这个 即使有一个作用集团 你折叠到里面去了 它就不起作用了 好一个大蛋白质 我把这个作用集团 包到里面了 它却没有用啊 我只有就是 露在外面的这个作用集团 才能和别的蛋白 去发生作用 对吧 那到底这个 这个蛋白质的作用集团 它是包在外面 还是包在里面 那就是看你折叠是怎么折的 折成什么样啊 那所以必须要知道 它3D结构 所以这个是一个大的突破 当然呢 这个那突破呢 是谷歌做出来的 谷歌又是以这个 不善于做商业化开发著称的啊 所以这个现在看起来的 这个这个这个 它虽然在这个学术上 有重大价值 甚至在制药上有重大价值 但是这个迄今为止 DeepMind 还是一个纯研究机构 还是没签证啊 那这个我们反正更看好的 这之前我也讲过好多次了 更看好的呢 就是像这个 In Silico In Silico Medicine 就是这个 他们就是专门做 通过这个 这个人工智能算法来 这个发现药物的啊 这个 所以它的效果更好啊 这个 未来像这样的这个平台 就有很好的机会 就是说什么呢 这个未来呢 等于是这个 生物之药呢 还是需要有有动力 就是还是需要淘金 还是需要这个 不断的发现新的金块啊 但是呢 这个 这个淘金者呢 这个大公司还是在主力啊 这个 而且另外一个呢 就帮助你淘金 就卖给你水桶 那个使你淘金效率提升 那个呢 换人了 原来曾经是另一拨人啊 结构生物学 现在是这拨人啊 做人工智能 药物筛选 药物发现的这拨人啊 这 那 但是呢 这个桶 这个 卖水依然非常重要啊 就是 因为因为你这个不用 不通过人家卖水 你这个 这个这个 没有这些这个 生物 没有这些新药啊 你这个后面都都都没有办法来做了 对吧 所以我们说这个 叫AI驱动的这个商业模式呢 这个在这个药物发现里面 还是一个很很很重要的部分 当然其他的还有别的了 但是在药物发现里 还是只是 就是人工智能的 这个商业里面 药物发现是很重要的一块 或者说或者说药物发现是人工智能一个很重要的应用 那么当然呢 也有一些障碍 这个不详细展开说了啊 缺乏专业人才啊 这些 那核心的一个障碍是什么呢 就是数据不打通啊 就是因为原因很简单 我我我我做新药 我会筛选了一堆 我会做了一堆的这个 我们正在研发的新药相关的这个化学的这个分子的各种的数据 尤其是基本你要现在要筛选出一个新药来 至少从几十万个化学分子当中筛选 甚至更多的化学分子当中筛选出一个来 那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你对那几十万个化学分子都做了早期的分析了 都做了研究了 那如果别人在要这个做一个类似的新药研发的时候 就没有必要从头做了 但是呢 问题是我自己花的钱对我的这个分子做的研究 我不愿意跟别人共享 所以现在这个就是各个医药公司都沉淀了大量的新药研发数据 但是呢 这个不愿共享 这是一个一个一个老大难问题了 对吧 那幸而呢 现在有一个新的一个时髦词汇 这个出来了 叫做联邦学习 这个时髦词汇呢 我在这个准备前二大会的时候呢 专门找咱们国内外的技术专家们来请教说 这个未来五年的一些技术趋势是什么 那我问到这个Duke大学的这个人工智能方面的这个专家 陈依然教授 陈教授就说认为联邦学习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一个一个发展趋势 那这儿呢 正好呼应陈教授的说法 就是在这个制药领域 新药研发领域的联邦学习就正在开始做这方面的工作 那联邦学习什么意思呢 就是等于是这个因为就就解决的就是一个数据古早问题 每个人都有数我不愿意跟你共享那怎么办呢 那没问题我们用自己的数据来训练自己的算法 然后在算法层面上我们共享 就是你根据数据训练数据算法 我根据数据训练算法 然后我们在这个算法层面上 我们可以不断的去去长不断去优化 我利用你的算法再算算我的 我就能优化一下 所以这样的话呢 就是数据还在我这 对吧 是一个数据还是我的隐私 但是呢 我能够把数据得出来的结论拿来 让你也能用啊 这样互相在结论层上促进呢 整体效果也会好 那所以这个呢 是未来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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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工智能的一个 这个特点啊 那简单说啊 就是说人工智能在啊 这个大分子小分子啊 这个这个新药的呃研发上啊 都新药药物的发现上啊 都替代了原来传统药发现方法啊 正在逐渐成为这个药发现的主流啊 那药发现主流的核心呢 就是要有一批新人来做这事啊 就是等于新的这个卖水的人来了 就是人工智能做药研发的人来了啊 这个呢 这个这当然这批就是 最容易这个获益的了 那么这我还最主要 当然这个是我们都认同了啊 这个啊 就是卖水的一定是卖铁锹的 一定是会会赚钱的 那关键我们要知道说淘金的 原来那些淘金者里面 那个会不会新旧交替 会不会老的就不行了 那其实呢还真的不是 为什么这么说呢 有一个很要命的问题 就是说我们讲呢 这之前就我们就讲过啊 就是你还是药发现 那包括说我们讲的生物药的时代啊 虽然生物药可以有更多的创业公司了 有更多的机会了 因为生物药机会来了 但是呢 你其实还是要靠销售力量去铺市场 因为你还是做出药 只不过那叫化学 这叫生物药啊 生物药化学药可能就是需要冷链保存啊 这个保存条件苛刻一点 但是整个系统其实是没变的 就是卖药模式啊 就是卖药模式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我基本不用和那个医院高层去打交道 我就去找到每个专科的医生就好了 所以你看这个医药企业的销售啊 他都喜欢开学术会议啊 就是比如说我心血管学术会议啊 全是全全世界的心血管方面的牛人啊 这个主要是医生注意 和院长没关系 牛医生啊 这个大家一起开会啊 交流啊 如果有一个新药出来了以后 对心血管的这个治疗有什么好处啊 适应证是什么 这个效果如何等等等等 那这个医生听了觉得不错啊 我就要开这药啊 那这个医院方只是个配合 对吧 所以这个是传统的这个医药销售模式 这点没有变 那那这点没有变的时候呢 你只是期待的是一个部分呢 就是所谓叫做这个药发现的部分 原来别的方式没那么高效 现在呢 人工智能出来以后呢 会使得药发现更高效 会发现更多的药 也就是说呢 新药的数量会多了 新药或者说新药的叫candidate 就是说可能成为新药的这些 不管是化学分子还是生物分子 也好 这些这些被选手啊 这个这个供你选择的这些选选手多了 但是问题来了 什么问题呢 就是他没有加速临床阶段的这个效率和成功率 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临床 我依然要这么长时间 而且呢 我临床依然失败率非常高 就是我这个 比如说我这个传统的就是化学药 就是我这个100个药品进临床 然后死90多个 最后活几个药 那现在呢 基本上也是100个这个生物药进临床 也死八九十个 对吧 这个当然呢 这个死亡率可能略降低一点 单身问题 你别忘了这个生物药 它投资还大呢 所以到最后你发现说呢 它的成功率并没有显著提升 那就是为什么说 其实我们认为说 这个现在整个药产业进入到生物制药时期 从化学药时期过渡到生物药时期 那已经至少有十几二年了 但是呢 每年这个美国获批的这个新药呢 就是它整种类已经变了 原来有一半是化学品化学体 对吧 那现在一半是生物药 但是呢 这个就结构变了 但是数量呢 基本上差不多都是四五十 那我们认为呢 未来有可能这数量会上升 就是说 随着人工智能的辅助的效果越来越好 甚至我能够预判它的 因为人工智能还有一个好处啊 它能读大量文献啊 就是说 我这个药呢 我可能 这个没有做正规临床 但是我在很多 别的科学研究上 我已经用到了人身上了 比如说 那么那我把这些文献都收集出来 我就会加深对这个药 临床效果的这个预估 那当然如果不行 我就不做临床了 我就会加强临床成功率 所以我认为 人工智能正在向后延伸 它会慢慢使得 临床阶段的成功率提升 但是呢 迄今为止 效果还不明显 也就是说 这个我们讲 这个成功率依然还是挺低的 那你会发现说 好 需要大量的新药 那但是这些新药呢 人工智能 药物研发企业可以帮你找 然后呢 但是这个问题呢 就是新药这个 是不是临床能成功 不知道 这个临床成功的概率 依然极低啊 依然十分之一 甚至几十分之一的这个成功率 那会造成什么结果 会造成呢 第一呢 就是这个小公司的成功率非常低啊 虽然我们之前讲过 所谓叫这个十年百倍股 那原因是因为什么呢 第一呢 是因为你起点低啊 你这个新成立的公司 你这个估值才一个亿啊 那如果你有一个药成功了 你的估值涨到百一百亿 你就是十年百倍股 但是一百亿的医药公司呢 也不是大公司 对吧 也是中小公司 那么所以这是一个 就是起点低 第二一个呢 就是他风险大啊 十年百倍股 但是你投了多少个企业 才能投中百倍股 你可能要投中了 投投好几十个企业 你才能投中一个百倍股 到最后你去回报率并不高 就是这是一个很重要特点 就是说 他的成功率是很低的 为什么呢 因为小企业一般来说呢 他的口袋深度都不深 就是他基本上的这个 进入临床的药不多 不会说一个小企业 好几十个进入临床药 那都是大企业干的事 一个小企业可能就三个药 这三个药如果都临床失败 这企业就完蛋了 对吧 所以呢 这个小企业呢 他的这个成功率是非常非常低的 那么 这样呢 造成说 但还有另一个就是他上市早 对吧 所以这个 他成功率低 然后呢 他这个市值小 上市又早 所以你有机会投到 如果你命好的话 就能有百倍成长 但是不意味着说 你做产业布局可以这么玩 这个我们这两天写了 这个有关这个木头节的文章 讲这事 产业布局 你板块布局 生物药布一对 那你会死的很惨 这个木头节在这就舍了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那风险太大了 对吧 这个是有十年百倍股 但是呢 几率低 概率低 这个其实严格来说呢 不是一个好的投资标的 那好投资标的应该是这个成功率要高 那成功率要高 等人工智能进一步发展 甚至能够预测临床能够是否能通过 172737临床能否通过 那这个现在还有很大的欠缺 所以呢 这个呢 告诉大家 就是这个小公司 虽然有高速成长 但是呢 它其实不是这个产业主力 那产业主力呢 还是这些大公司 那大公司呢 你会说好 那而且还有另一个呢 就是这种小 这个小公司 它不可能大批量的 这个引入这些 这些 我的portfolio 我们说它口袋深度浅 对吧 那能不能我找这个几十个 这个候选要务 我总能几十个候选要务 我总能最后开发出一个 这个成功上市的要务了吧 那问题就来了 就我们刚才讲的 这个人工智能没有加速 临床阶段效率 意味着什么呢 临床阶段的花费很高 临床阶段的 不管是这个钱上的花费 还是时间的花费 还是人员的花费都很高 那么这种时候就意味着 你小公司不可能铺几十个 你只能是赌概率 就是赌博 我就这几个 我认为它是靠谱的 能不能成 那不知道 对吧 那但是大公司呢 反倒有可能布局 所以我刚才 我们给大家举个例子 亨瑞 对吧 那我亨瑞现在这个portfolio 200多个 那你说能不能 这200多个最后都能够获批 不太可能 对吧 不可能最后就获批了20个 对吧 那获批20个也够了 就是反倒是大公司 因为我能够从人工智能企业 和人工智能企业合作 从而获得新药 对吧 获得新药 然后呢 我来做这个新药的临床 因为临床的核心呢 就是要砸钱 所以呢 我你看 我有来源 我也能砸得起钱 我就能布局 所以大公司的成功率 反倒会比小公司高 因为我可以做布局 我可以一头头几十个 而小公司呢 只能做两三个 它就是个运气问题 那同样的呢 还有另一个问题呢 就是说这个 这些卖水的企业 它能不能变成淘金的企业 也不能 为什么呢 就我们刚才讲 因为你卖水 你还没有加强临床阶段的效率 那也就意味着说 如果你贸然做临床 虽然你发现了 一百个分子 有可能能成为新药 但是你自己投入去做临床 到最后可能也就是五个做出来了 那这个投入是很大的 对吧 而且那个 这个 对这个研发型企业来说 你是投不起的 对吧 这个 所以到最后呢 你发现说呢 这个会出现什么特点呢 就是 生物小企业会有 会 从小变大 很成功的也会有 但是概率很低 然后呢 这个 做这个 人工智能药物筛选 药物发现的企业呢 他也没有办法自己去做临床 他只能通过和大公司协作 让大公司去做临床 因为大公司可以补局 包括大公司也投入的企业 大公司投入完了以后呢 他还有销售队伍 能够去实现利润 所以大公司呢 还是接过来了 所以你们看到说 和过去的传统的 制药的格局是很像的 就是 以前的生物制药企业 很多也是属于是 我自己没法做市场 我做到一定地步的时候 我把这个药呢 就卖给大公司了 那现在呢 只不过企业换了 原来是一个制药企业 自己搞不出来 卖给大公司 那现在是一个 第三方的药物筛选企业 就是人工智能的药物发现企业 我会和大公司来结盟合作 我会批量的给大公司提供 这个可能能成为新药的 这个种子选手 那到最后 你会发现说 这就是我们 为什么讲着这个技术造成的产业格局呢 因为我们一直讲到产业格局叫做产业增强 还是产业新增 还是产业颠覆 所以呢 生物药时代呢 实际上出现了一定的产业新增 然后后来人工智能时代呢 不光能够提高了这个生物药的药物筛选速度 而且能够提高化学药的药物筛选速度呢 这个就是一个典型的产业增强 产业增强呢 是对产业的头部企业有利的 所以你会理解说 为什么刚才我们给大家看 是这个 现在有大基金重仓 生物制药企业 但是重仓头部企业 因为按这个趋势来看 只要还是制药时代 注意哈 只要是制药时代 就是头部企业会占优 那么当然呢 就我们讲呢 这个之前我们讲这个 汽车的时候讲过 最怕的一个产业的就是连续弯倒 如果连续弯倒的时候呢 你光从第一个弯去判断的不准确 你要看两三个弯 这个汽车的这个第一个弯是电动车 第二弯就自动驾驶了 你光看电动车 不看自动驾驶是不行的 比喻看连续弯倒 那生物制药也是一样 我们之前也讲过 生物制药呢 第一个弯倒是这个化学药到生物药 这个弯呢 是个小弯 这个基本上是产业这个增强 不颠覆 但是第二弯很关键了 就是 是这个叫生物治疗 这个呢 就是一个颠覆了 但是你这个要 要看到下一步 那当然对之前呢 我们先做个总结 就是说在生物制药阶段 就是等于是新药研发 它的这个 总的来说 这个有了更多的选手 就是因为有了人工智能 所以呢 加速了新药的发现 但是呢 这个临床投入依然很大 临床风险依然很高 所以呢 只有头部企业敢玩 所以我们说人工智能呢 是一个产业增强的作用 那同时呢 因为这个要花很多钱 所以呢 虽然这个人工智能企业 会帮你发现很多 可以申报的 可能成为新药的这个分子 但是他自己不会去做 他只会去跟这个大企业合作 所以这个卖水的成本 要淘金的 但是呢 卖水的效益一定是不错 就是 所以我们讲的这个是 这个第一个弯 那现在下面我们再继续看第二个弯 第二弯呢 我们叫生物治疗 那生物治疗呢 我们也讲的 有好多技术的进步 造成这个生物治疗呢 有了这个一系列的突飞猛进 注意哈 这里面有一个 大家需要理解的东西是什么呢 就是说 虽然我们讲哈 这个 大的格局来讲 就是这个 所以叫服务规模化 就是人工智能带来的服务规模化 是这个阶段的主旋律 但是不意味着说 它只是 这个 这个某个领域的唯一的技术突破 这个领域里面一定还有别的技术突破 就领域内的技术和领域外的技术 很多时候形成叠加 才造成整个产业的这个变革 所以领域外的技术 是人工智能 在生物医药是这样 生物医疗也是这样 但是生物医疗里面呢 领域内也有很多的技术突破 那一个技术突破呢 这个呢和这个新冠是相关的 就是这个MRA技术 这MRA技术呢 确实是非常有前景 不光能用在这个疫苗上 这个同时能用在这个癌症疫苗上 包括肿瘤的格音化治疗上 这个呢 是有很大的机会的 但是以前呢 因为MRA技术呢 这说实话是两说的 一个呢当然大家会认为MRA技术还不够成熟 这回是被这个新冠催熟的 另一方面呢 其实坦白讲呢 这个美国FDA 因为它是比较领导性的 这个这个医药监管机构嘛 相对比较保守 就是所以实际上呢 这个这是个全球性的问题了 全球的新药的监管机构 对创新的支持力度都不够 而且对一些创新的 包括从 因为他原来监管传统药 他会监管 对吧 这个那你监管治疗的时候 他不太会监管 那他对新的东西他不适应 他对格局变化他不理解 所以这个不光是在制药里 就是基本上各个领域里都是这样 就是监管往往滞后于产业变革 因为你肯定是 等产业格局定了 我再去监管形成一套规则嘛 但是我们讲产业如果连续变革 而且变革速度很快的时候 那那你等定了你就差太远了 所以你就能 未来 我们讲包括一个 我们讲这个创新 产业创新产业生态的核心 产业生态支持创新 这部分里面要包含 这个监管的这个支持 也就是说 你的监管够不够创新 能够一定意义上讲 决定你的这个生态 是不是够创新 如果是整个生态都很好 有创业者有这个项目有科技 有企业支持有投资 但是呢 监管落后 监管是滞后的 那对这个创新的生态的伤害 也会非常大 所以我们在国内呢 也开始在逐步在呼吁 生物药的监管 要改变过去只是被动的管理 下脖子 别出事 这样一个被动状态 而要积极的变成创新的支持者 变成创新的一部分 比如说你最起码你对这个创新的生物医疗方法的审批 就不能和原有的审批方式一样 因为原有审批方式一样的话 那新动议出来自然是风险的 我一定要从严审批 对吧 那创新就没得谈了 但是如果说我对创新动议 因为我要预期它的未来市场更大 未来对社会的价值更大 我要在审批的时候要优先审批 那可能就对创新形成的支持了 所以现在全世界都还没有这样的制度 FDA也是经常被批评的很厉害 连当年特朗普都嘲笑FDA 实在太反动了 所以就因为他对创新药的阻碍力量非常大 我们觉得说中国是不是能 未来在这方面有突破 所以我们要关注 看生物药产业监管特别重要 监管的动向特别重要 动态特别重要 所以我们要加强关注 当然这回MRA这个事 监管被迫 监管被倒逼的 因为社会太需要新药了 监管必须要放松 必须要加快 包括疫苗都是这么出来的 要不然出不来 传统监管太落后 不管怎么样 这个是一个意外收获 就造成MRA这些技术起来了 当然这个是一个意外惊喜 但是主流的技术 其实还在MRA就把人推进 一个就是说 其实我们如果要去实现 个性化医疗的话 就一定要有特别便宜 而且特别高效的基因测序手段 现在基本已经进入到了 第四代的纳米孔单分子测序 就一个 哪怕就一个基因序列 通过一个孔进去 它在穿过去的时候 因为它基因序列上 这个ATCG那个核酸片段 在通过孔的时候 它的那个放射电子是不同的 它能够对每个每个 核酸片段做检测 所以它只要让这个 哪怕你这整个溶液里 就一个分子 就一个这个基因片段 它只要通过这个孔 它就能完全读出来 就是单基因测序就能 不是这个单 整个这个基因序列的测序 就能够完成 那么但是呢 商业化部分呢 只做到了第二代 所以实际上这个 纳米孔测序的商业化 也很值得期待 因为这个需求 一定在那摆着的 但是现在它商业化 做的不够好 那商业化最好的 还是第二代 就是Illumina 对吧 这个我们也之前 很好 好几年前也推荐过Illumina 这两年长得也不错 对吧 因为这个基因测序的需求 越来越大 这个不光是过去 基因测序 可能是实验室的东西 现在大量基因测序 已经用到了这个 临床检测上了 这个事实上越来越大 那然后呢 另外一个呢 就基因测序呢 这个一旦是 你把大量的这个数据 拿到了以后 那你这个 就可以这个 通过这个测序 能够解读 能够解读出很多东西来 所以包括说 这个 我们曾经 这个原来做对比 就是我们这个 带国内的这个 游学团去访问 到波士顿的时候 我们访问过 波士顿的朋友们 他们在做的事情 就是说 尤其像哈佛大学 他就这个 因为 以前呢 大家都注重的是 这个基因测序 就是尤其叫全基因测序 你的 每个人的这个基因组 全给你测出来了 所有的序列全已知了 但是呢 他不注重解读 其实这个光知道基因组呢 你 你不知道能干嘛 相当于说 你光知道一个 计算机的这个 这个机器语言 你 你不把它翻译成高级语言 你 你读不懂 对吧 你翻译成高级语言 在读这程序 这程序要干这事 这个人的基因也是一样 基因是机器语言 是一堆这个机器码 你要把它翻译成 这个机器 这个它是编码什么蛋白的 它起什么作用 然后哪个编码的地方 发生了突变 错了 你要有这个解读 然后这些错误和哪个病相关 你要解读才行 所以现在呢 有了大量的数据以后呢 解读就会越来越重要 当然这种解读呢 人工智能也会 这个人工智能 未来对基因的解读 也会越来越专业化 一定会超越人 现在但是现在呢 是因为这个数据很零散 基本上都是说 大家要成立 建立各个数据库 这个全世界各地 发的论文里 看这个基因的作用 把这些数据摘起来 能够加强对这个人的基因组的理解 所以这个呢 现在已经是 这个在做的过程当中了 那另外一个很重要的 那个是指的是全基因测序 那是一个基线 你的基本水平如何 那很重要的一个呢 当有肿瘤的时候呢 就也要 所以叫血油类DNA 叫CTDNA 叫这个CTDNA的检测 那血油类DNA的原理呢 其实很简单 就是说这个 刚才是基因测序 血油类DNA呢 其实说的就是这个 说白了就是这个 我们都知道肿瘤是什么 就是 就是无限扩增 不死的这个分子 不死的细胞 就人的细胞都有一个生命周期的 对吧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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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裂完了以后 就一定时间以后就说 就凋亡了 尤其是 这个分化了以后 分化成体细胞了以后 他就没有分裂能力了 他就只有死 然后新的 有分裂能力的细胞再出来 但是呢 有一些这个 有分裂能力的细胞呢 他不分化 然后他就持续分裂 这个叫肿瘤 那这个 肿瘤 而且呢 他这个 一般来说肿瘤 他这个附着力都很弱 就是他 他对互相之间 粘合力很弱 他就会经常游离出来 游离出来到这个血液里 到血液里呢 有些时候 他那个细胞 因为血液有这个 自己免疫系统 有时候也会把这些肿瘤细胞破坏掉 这个 甚至肿瘤细胞里的DNA 会流散到血液里 当然这种含量就很低 当然呢 这个 这个 他的好处呢 就是说 他比实体瘤 发现要早 因为如果我们用实体瘤 我们用 活检啊 或者 医学影像检测 你最起码已经看到那实体瘤了 那看到实体瘤 意味着那个 已经有很多上亿的分子 都都都 上亿的细胞都已经出现了 一个瘤子就 很多很多细胞 对吧 那么 那就意味着实际上已经 你这个病已经很 虽然可能 还是算肿瘤的早期 但是他已经发展到一定程度了 但实际上呢 他这上亿的细胞 往往都是从一个 这个 突变的细胞 就一个 这个丧失了分化能力 然后持续不断的分裂 也丧失了死亡 凋亡能力的 这一个细细胞来的 就是像肿瘤 往往的源头 追溯到源头 往往就是一个细胞突变 然后它就持续分裂 分裂分裂 但是不分化 这分化的意思就是说 我一个 这个万能细胞 变成了皮肤细胞 或者变成了 表皮细胞 或者变成了 这个肌肉细胞 它就叫分化了 一分化了以后 它就不再分裂 它就会死 过一段时间会死 不是立刻死 但是呢 有些细胞 它不分化 但是它不断分裂 而且分裂了以后 这细胞还能再分裂 这个段叫肿瘤 对吧 但是它的肿瘤 它分裂了以后 因为它 它那个附着能力不强 它就会沿着血液流动 流到哪 就突然附着上就开始涨 流到这个肺里 就叫肺癌 流到这个别的地方 胃里就叫胃癌 对吧 这个等等等等 就从位置命名 但是其实是不科学的 因为它只是 这根正好流到哪 对吧 就是说 某一个这个细胞 对吧 它这个 如果在这人这儿 流到胃 就叫胃癌 但那人这儿流到肺 叫肺癌 其实是同一个 其实是同一个病 或者说呢 两个都是肺癌 但是两个细胞 是完全不同的 其实两病 甚至说肿瘤 自己本身还有初变 所以它从这个一种病 变成了最后这肿瘤 它变成了十种病 甚至一千种病 所以这个 这肿瘤是非常非常复杂 所以我们基本认为说 未来肿瘤 完全治愈的可能性病不大 把它变成慢性病 实现了控制 你身体里有一些未分化细胞 就是还能分裂 但是能控制得住 不瞎分裂就行了 为什么呢 因为人体里一定有未分化细胞 就是所谓叫干细胞 因为如果你所有的细胞 都已经分化了 不能没有未分化细胞的话 那人就死了 对吧 因为人的细胞本身是要代谢的 所以人的全身各处都有 这个干细胞 造血干细胞 万能干细胞 这个都在不断的要有 这个细胞的新生代谢的 所以你不能简单的就说 凡是分化都是不好的 所以包括说 原来我们 我原来搞过这个肿瘤标志物检测 肿瘤标志物检测 主要是用蛋白 蛋白呢 是属于是这种 就是这个肿瘤细胞 它不断的高速分裂 它不分化 但高速分裂 不断的一边二边四 那它会产生一些蛋白 那但是呢 问题这些蛋白呢 它会有 所以叫假阴性 假阳性 就是它判断不准确 它不一定是肿瘤 为什么呢 因为当别的细胞 在高速分裂期的时候 也会分泌内四蛋白 什么时候呢 最常见的是呢 就是这个胎儿 就是怀孕的时候 怀孕的时候的很多蛋白 分分 就是因为它这个 怀孕的像胎儿的细胞 就不断在分裂 对吧 那这种时候 它会分泌出很多蛋白呢 和肿瘤标志物非常像 所以就容易被误判 但是呢 如果是从基因角度 就是说 等于是这个 我还没有形成一个 这个实体瘤呢 我就是有了这个 一个坏蛋 一个这个 这个不分化 但是持续分裂的细胞 已经一边二边四 如果只是有一两个 还是检测不出来 对吧 变成了几千个 几千个里面 游离到了血液里 可能有个几百个 一千个 然后你如果运气好的话 你检测到了一个 我们讲单基因测序 都能发现 你就能够提前检测 那理论上讲 应该也不止几千 应该要多一些 但是总的来说呢 就是通过游离血液 游离DNA检测呢 你能发现 这个肿瘤的时间 会比实体瘤时期要早 因为实体瘤就已经 你摸得到 它就已经很大了 就一定要早 所以呢 这个早期的肿瘤检测 我们到时候在讲 大健康的时候 讲这个健康管理的时候 还会讲到 那很重要 但是呢 这个早期肿瘤检测呢 其实还有一个 很重要的意义呢 就是做个性化的 这个治疗 因为实际上呢 这个肿瘤也不是 也不是所有的突变 都会造成肿瘤的 经常造成肿瘤的突变 你会形成一个酷 这些酷呢 你会形成一个叫panel 就是你用这个 去对比 我用这个 就是如果有这些突变 我就能剪出 那我到血液里去查 有了这突变呢 可能就有肿瘤了 所以这是可以 形成一个积累的 也就是能够对 个性化的去发现 这个人有没有 什么样类型的肿瘤突变 如果有的话呢 那就要配合个性化的药物治疗了 对吧 因为有很多药 有的药就是 能够解决这突变 有的药解决那突变 我们之前讲过 现在已经有了 5%的这个突变 已经有针对性的药物了 就是觉得疗效很好了 但是还有很多没有 但是呢 我们刚才讲了 人工智能正在 进入一个新药的 这个大发现的时期 越来越多 而且这个越来越多的新的药呢 这个化学药也好 分子生物药也好呢 那就是针对肿瘤的 所以就是说 在未来这几年呢 我们认为呢 就是这个 这个这个 第一个呢 我认为是有可能 慢慢会 随着人工智能的进步 包括随着人工智能在 这个 对这个 叫临床的 效率的提升 和临床的这个 这个 成功率的提升上 的贡献越来越大 那这个 这个每年 获批的新药数量 可能会上升 就是不再是50多个 可能慢慢上升 六七十七八十 一百个 那很重要的一块呢 一定是在肿瘤治疗上的 因为肿瘤治疗 需要大量药物 因为针对性的治疗 需要大量药物 那现在呢 有大量的研发 都是可以 甚至精确到 这个某一个突变上 就我治疗这个突变 就这个药 所以这样的话 当然呢 这个药 所以你们看到说 实际上这个药物 就是生物制药的进展 其实对未来 生物治疗的进展 也是一个基础 就是如果你 没有生物制药的进展 我已经知道了 它是靶点了 这是治疗 但是我没有 针对性的药物 它也没用 对吧 我治不了 所以一定是有大量 针对性药物 但是到底用哪个药 我通过这个基因测序 通过针对性的分析 找到了那个靶点 然后我精确的去用药 就变成 所谓的个性化治疗 对吧 这个或者叫 Personal Medicine 对吧 那这个是 这个 这个未来的一个 一个趋势 那现在因为 至少在基因测序上 不管是 全基因测序 还是血有力DNA 都已经越来越 这个 做的越来越好了 所以这个是一个 那另外一个呢 就是我们也说了很多的 基因编辑 基因编辑 之前也讲过很多 我就不详细展开了 就是 也是有了大量的 这个进步 造成我们 这也是一个 越来越可用的手段 原来 觉得这个 离临床 还有点远 现在已经都 进入一期临床了 效果还不错 看起来 就是我们可以关注一下 谁会进二期 如果说进了二期的话 估计他 这个进了二期的 这个企业的股价 还能涨一涨 因为 基本上很多 这个基因编辑 这个公司 都是上市公司了 那 然后 当然另外一个 很重要的 就是叫这个基因治疗 基因治疗呢 这个 这个 我们说呢 和基因编辑相关 但是这个 还有别的 很多的手段 比如现在最常见的 那个手段 就是Carty 这个Carty 所以叫 欠和受体 这个抗原 这个T细胞 欠和受体抗原 T细胞的意思呢 就是说 这个 因为人体里 本来就有T细胞 T细胞呢 很多是非特异性的 他用一些 这个细胞免疫手段呢 如果说你在 人体里 发现了一些抗原 他这个接触过 这个抗原的T细胞呢 他就会变成 特异性的T细胞 我就针对这个抗原 我会识别这个抗原 因为我实际上在这 我自己身上会形成一个抗体 抗原抗体是特异性结合的 你比如抗原 是这个人体里发现的 这个异物 然后呢 我接触了他以后 会形成一个专门 这个识别这个异物的抗体 下次再看上这异物 我就可以直接识别他了 但是在自然界 就是在人体里面发生的 当然这发生的这个 规模范围都比较小 因为你想这个 这异物能有多少 分闭到全身 对吧 全身血液里 含量没多少 这个大多数这个T细胞 没有被这么训练过 那当然效果就差 就是大多数 就少数 这个接触过小偷的警察 知道小偷长这样 下次见他就会抓 但是大多数警察 没见过这小偷 对吧 那所以大多数警察 不认识小偷 那所以这个 现在的做法怎么做呢 就把这个T细胞拿到体外 这个尤其人的 这个免疫细胞 它有好处 它也是可以无限扩增的 这个T细胞 也是可以无限扩增的 拿到体外以后呢 用这个抗原刺激他 抗原刺激他完了以后呢 再扩增 扩增就等 也说我把这个警察 调到体外 让他这个 只有十个警察 但是特意性的识别了 你们十个都认识 那个坏蛋 小偷长这样了 对吧 当然这个警察 没法无限扩增 但是这个细胞是可以的 都已经形成了 对这个抗原的 这个识别能力的时候 尤其你的抗原 是特意性的设计 就是肿瘤细胞上面的 一些特意性的抗原 我是这个肿瘤细胞 上一些特意表达的蛋白 对吧 我是拿他当抗原 然后呢 我去这个训练了一批T细胞 然后这个 而且把它扩增 扩增到这个无数个 基本上到几十一个的规模 然后回溯到人体 回溯到人体以后 那这几十一个都能识别 那个是肿瘤 就把它杀灭掉了 当然呢 这个不是完全没有风险的 就是说这个 其实因为人体太复杂 是永远有两面性的 就是 所以实际上这个 卡尔T有一个什么问题 叫免疫风暴 就是说 如果你这个本身 这个 这个 身体也不是那么好 然后呢 身体里肿瘤也挺多 这个肿瘤细胞也挺多 因为你在杀灭 肿瘤细胞过程当中呢 就这个杀灭的过程当中呢 就会 发烧 而且呢 会有炎症 所以炎症 其实就是人体里的免疫系统 在和某些东西在搏斗 如果是 这个 和自身免疫系统在搏斗 搏斗 就变成了像这个 肋风湿性关节炎 或者像红斑狼瘡了 如果是和外物 外面的东西来搏斗 就是免疫反应 但是免疫反应 如果太激烈了呢 人持续发烧就会死掉 所以免疫风暴 会造成人死亡 但是呢 如果是相对有控制的 就是相对健康一点的人 然后呢 肿瘤也别那么严重 都全身扩散了 然后这种时候呢 我如果大量的回溯 然后有一定控制 把这个发热 就是发烧 控制在一定程度 慢慢慢慢把这些 肿瘤细胞杀灭掉 就可以恢复健康 甚至好的卡尔蒂呢 会造成真的 基本 当然如果相对 不是特别晚期的 中早期的肿瘤 可以造成基本 连病灶都消失 就是那个 恨不得每一个 这个肿瘤细胞 都被抓出来干掉了 因为我陪着了 大量警察 每个小偷都被发现了 对吧 因为我都能识别 所以卡尔蒂的 治疗效果是很不错的 这个 当然呢 这个卡尔蒂呢 有一个扩张 所以我们现在呢 也在看 就是说因为这也是一个 临床爆疲 一个很搞笑的事 就是你要治疗什么肿瘤 你都是 这个你要 你要说适应症 你不能说这个 头疼一脚 所以理论上是对的 但是我们讲说肿瘤 它其实的特征很相似 如果我治了肺癌 我治胃癌 可能也差不多 那不行 你得重新申报 所以现在呢 等于我们说到增相 就是卡尔蒂疗法 它什么时候开始增相 比如说治小细胞肺癌 然后我还可以增相治胃癌 或者治什么这个 这个这个淋巴癌 等等等等 你会发现说卡尔蒂 未来的增相也会越来越多 因为其实理论上讲 它对实体流都是有防治效果的 只不过呢 你还是要一个一个去去去临床 去注册去 这注册现在变成一个 很大的一个阻碍 但是呢 这个西方免疫疗法 这块呢 会越来越热 这个 我们也看到说这个 当然FDA的现在也还是有进展了 已经批准了30个 这个细胞基因治疗的药物 当然这个细胞基因治疗药物里面呢 分成两大类 一类就我们刚才说像卡尔蒂 尤其好的卡尔蒂呢 它甚至需要一定的 因为你要用抗原去刺激 那你抗原你需要有一些 这个基因编辑的工作 去让抗原表达更好 那这个另外一种呢 就是不需要这个 叫遗传地质就和基因不相关 这个基因不相关 就是我们刚才讲干细胞疗法 就是哪损坏了 修复哪 这个干细胞被吹得过神了 但是实际上呢 要小心呢 其实干细胞就等于一个小肿瘤 就是它就是无限繁殖了 当然大多数干细胞是好的 就是它这个干细胞 分化出来的细胞 一走到哪个器官那呢 它就这个直接就 就是不叫分化 就分裂出来的这个干细胞 它走到哪个器官那 比如说走到肝脏 它就分化了 分化变成干细胞了 就是肝脏的细胞了 就融到肝脏里 对肝脏形成不 这个这个这个 不断的新生代谢 这个以新代老 对吧 但是呢 怕的是什么呢 就是如果它没分裂 没分化 还分裂了 跑到肝脏 它没分化成肝细胞 肝脏细胞 它就还是不断的分化 分化 不断的分裂分裂分裂 它就比较肿瘤 所以这个 这个分化和分裂 也一定要搞清楚 这个分化是好的 分裂不分化是很危险的 但是这个万能干细胞 就是这种特点 所以如果你这个输入 尤其是这个 一体的干细胞 别人的干细胞 输入你体内 这个会不会造成问题 这个还是 有个有个悬念的 所以也需要 这个更多的 这个临床数据的 但是呢 从肌理上讲 这个用干细胞来 形成对自己的 这个自体的 这个新生代谢 那是会有帮助的 会有一定的 这个返老还童的效果的 这个是也是要确认 就是说 所以你看这个 风险和利益 总是并存的 你要要这个返老还童的利益 你就有可能 这个染上癌症 这个 这是一类 但是现在更主要的 注意哈 这个干细胞还在搞 但是现在更主要的 就是我们说这个 这个这个 对对对 这个 所以叫这个 肿瘤的治疗 肿瘤治疗里面的主力呢 就是所谓叫Carty 对吧 这个 我们看这个数据 就是叫 这个肿瘤 就是尤其在这个临床 进入临床的 这个 这个细胞治疗里面 基因治疗里面 就是这个生物治疗的 这个 进入临床的 这些 这个这个申请的里面 申请的产品里面 基本上都是针对肿瘤的 70%是针对肿瘤的 对吧 然后当然都比较早期 就是所以我认为 未来很有可能 随着人工智能 不断的进展 随着生物治疗的 不断进展 所以新药呢 会进入一个井喷机 就是从现在 这个每年有50个新药 会变成每年有100个 200个新药 都有可能 对吧 那至少这个 生物治疗是因为 人工智能 生物治疗是因为 就是现在的这个 像肿瘤治疗 尤其卡尔T 越来越多 我们讲卡尔T 为什么 它就是一种方法 但是你要针对不同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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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点 不同的 这个肿瘤 去做治疗 它就是不同的药 所以 这个就是卡尔T的 未来的空间 就是非常非常大的 所以它基本上 你可以把它看成一个平台 它不是一个药 而是一个平台 这个上面能够治疗 各种各样的癌症 肿瘤 所以 那这个 这个是比较 所以我们说 在这个 这个 肿瘤的 在整个生物治疗里 肿瘤是 占 占大头 在肿瘤治疗里 这个卡尔T是占大头 这个 当然呢 卡尔T呢 未来还会有更大的空间 因为大量的卡尔T 还在这个 临床 临床以前呢 对吧 临床前的卡尔T 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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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 这个 这个卡尔T的 具体动有 我就不 这之前应该也讲过 不想也展开讲了 就是它对这个 实体瘤 这个包括对这个 血液瘤 都有这个 很好的治疗效果 这个是 那另外一个呢 就是现在的这个 核心的问题 就要找到一个 相对 比较肿瘤特异性的把点 也就是说 这个别的细胞表面 没有这个蛋白 只有肿瘤细胞表面有这个蛋白 那你去针对性的用卡尔T 去攻击这个细胞 那就靠谱 对吧 这个所以呢 这个 这是这个卡尔T研究的一个主力 现在这个 找到的叫CD19 不用太多记 就是某个这个 其实呢 因为肿瘤也是 从正常细胞分化来的 所以它没有一个非黑即白的东西 也就是说呢 肿瘤的细胞表面的蛋白 可能它在肿瘤细胞表面 表达的更多 就是肿瘤细胞表面 某种蛋白更多 但是不代表 这个只有肿瘤有 往往正常蛋白也有 只不过可能表达的数量比较少 所以 只能是数量差异 并不是一个绝对的 说这肿瘤就 长得和别人是完全不一样 那都是人 对吧 长得一定差不多 对吧 所以那个 CD19是相对来说 更特异性一点 但是其实它也是人体的蛋白 也是被人体基因编码的 也在其他的 这个细胞表面有表达 所以 所以这个 一样 就是这个警察也会误伤的 也会误伤 误伤别人的 那 所以你会看到说呢 生物治疗有一个什么特点 就是相对很早期 为什么这么说呢 你这虽然 虽然我们说 这个基因编辑 也有了突破的进展 这个 然后这个 包括这个卡尔蒂 细胞免疫疗法 也 也 也 已经有获批的了 这个 包括说 这个 我们说这个 基因治疗相关的药物 也累积的越来越多了 然后呢 这个 这个 通过基因测序 我们对 这个 基因突变 什么基因突变造成的肿瘤呢 也有了越来越多了解了 似乎呢 都万事俱备 但是呢 我们讲这个时间 还是要花很长时间的 因为到现在为止 其实只有七个 这个药物 才获批了的 就是这个 卡尔蒂相关的 这个 这个治疗药物 只有 只有 只有七个 那么 那当然基本上 六个都是苗的 CD19 那 你会看到这七个 获批呢 还有另一个问题 就这个卡尔蒂疗法 获批还有另一个问题 什么的都特别贵 对吧 你看基本都是 30多到40多 万美元 这个 然后呢 国内呢 复兴相对的 还好一点 还便宜一点 那就是这个 120万人民币 就是 基本上呢 这个按复兴 我们查到的公开报道呢 就是一针 就解决问题 当然这一针呢 你不只是一针 因为我们讲了 还有小心免疫风暴 还有其他的一些 治疗手段 要并用 所以理论上讲呢 这一针是120万的 还要加上 其他一些治疗费用的 整个治疗下来的200万 但是200万的打一针 这个经过几个月以后呢 病造 基本上消失 所以基本上算是肿瘤被治愈 所以一针效果也不错 但是呢 问题就是说 你算下来 如果说这个120万人民币 也就是20万美元 比国外稍微便宜一点 国外的 是国外的这个价钱的 二分之一到这个 就二分之一到三分之二 对吧 那但是呢 依然太贵了 那为什么这么贵 我们说呢 因为实际上呢 就是你整个操作 之前我也讲过 你整个操作步骤特别多 然后这些步骤里面呢 一个呢 你要防污染 另一个呢 你要防湿活 就是说你如果把这个 比如说把我的这个 因为卡尔T的特点 是把病人身上的T细胞 就因为每个人的警察 有自己的特点 每个人有自己的警察部队 你把我的警察部队 输到你身上没有用 每个人自己这个T细胞 自身T细胞拿出来 做这个操作 把它变成卡尔T 变成这个超级警察 而且认识匪徒 对吧 那这个操作 然后呢 你再扩增 从这个很少数 扩增到几十亿 然后再回溯 那整个在体外 这个过程里面呢 它不光有一个污染问题 还有一个失活问题 就是说它这个细胞 很焦气的 如果这个体细胞 在体外 它不在人体里 在人体里 人体是个特别好的培养液 所以人为什么容易感染 对吧 我们是恒温动物 对吧 我这个血液里面 你看这个T细胞 在我们的血液里 我们血液里 这个营养也够 这个温度也是保持的 所以它这个细胞 长得很好 你出来了 万一温度低一点 比体温低一点 它可能就失活了 而且失活表面 看起来呢 就是我们在显微镜 也都见过 就是它唯一一个 看起来就是不饱满 这细胞圆圆圆股 现在不饱满了 就是这个 看起来光泽弱一点 别的看不出来 但是呢 它这个效果就差远了 就是这个治疗就没效果 所以这都很麻烦 所以你要保证 整个操作都没问题 就不光是就是这个 不光是所谓不污染 而且要不失活 那所以我们叫质量控制 每一步都要质量控制 你坐下来 当然就非常贵 那贵在哪呢 贵在人工上 所以你看呢 这就回来了 所以我们说 把它这个东西叫做 这个规模化早期 我们说这个时代的特点 什么呢 叫做服务规模化 但是在这个生物治疗里面 你发现它这个 因为服务规模化 有个前提叫个性化服务 对吧 如果都不是个性化的 不是针对性的服务 那没有意义 那广泛服务没有意义 那还是卖药了 对不对 给每个人吃的都是同样的药片 对吧 那个性化的服务呢 它先已经做到个性化了 但是在规模化上卡住了 我们说规模化呢 其实也是两部分 你大家回忆我们原来讲的内容 那规模化的两部分 加在一起才能规模化 第一部分是规模化数字的 这个数据处理 规模化的数据处理 就是说我用人工智能 能够做对个性化的数据做解读 那这部分呢 在这个生物医药上呢 其实是慢慢解决了的 我们讲 比如像对吧 这个哈佛在开这个 基因数据解读的专业 然后呢 这个越来越多的 这个企业 越来越多的这个机构 也整理了大量的 这个基因相关的这个数据 所以呢 数据相关的 包括当然数据要从人体里 直接读出来 那就是基因测序 对吧 那基因测序相关的技术 也都有了 所以基本上呢 就是个性化的这个数据部分 是能解决的 那下面一个问题就来了 那更化一个 实施部分 传递部分 所以我们为什么讲 这个 所谓叫这个 服务的规模化 必须要这个机器人 因为机器人才能实现物理的实施 物理的实现 物理的传递 对吧 那这个这一部分呢 就是现在 这个 生物治疗的痛点 所以你看 好像是完全不同的产业 对吧 一个人在说机器人呢 服务机器人 另一个人是说生物治疗 但是它的底层逻辑其实是一样的 就是都是要实现服务的规模化 只不过呢 难点不同 这个 这个的服务规模化难点呢 它个性化已经实现了 难点在规模化 那规模化要怎么实现呢 尤其是我们说规模化实现呢 不是从数据上实现 数据层已经解决了 规模化的 个性化分析 用人工智能 用这个基因测序能解决 那剩下一个是规模化的 把这些服务提供出来 个性化服务给你提供出来 那就是每一步操作 也就是说呢 刚才说这个问题 质量控制 每一步操作 如何是机器做的操作 还能保证质量控制 它不就规模化了吗 所以你会发现 它背后逻辑 和我们说的那个 服务机器人逻辑是一样的 所以你甚至可以说 也把它想成是一个服务机器人 用服务机器人做标准化操作 就能使得这个个性化的流程 得以实现 因为我的虽然是标准化操作 但是我是从每个人身上 抽题的这个 这个T细胞 然后我是从每个人身上 做的他的专门的基因分析 对吧 然后我去做的这个操作 我就是个性化操作 而且我实现规模化 所以规模化核心呢 就是除了数据以外呢 在这部分呢 我们特别强调呢 就是其实前面闪了一页 PPT做了一点点 叫是一个实验室自动化 实验室如果自动化 所有的操作都是 不是由人来做的 而是机器做的 那就可以做到横按横施 对吧 但是实验室自动化呢 这个很难 这个当然呢 我们说呢 我之前提过另一个说法 和这是 你可以看成是一回事 我们叫做 这个医疗器械化 就是你想象一下 是一个大的核磁共振 这核磁共振里面 其实有好多操作步骤 这些步骤呢 都是已经被固化在 这个大系统里的 所以无外乎呢 就是 就是它未来呢 必然是一个 自动化操作的大系统 无外乎这个大系统 人能不能进去 人能进去呢 就叫实验室 但是实际上 它都是自动化操作 一堆机器币 自动化操作的 人不能进去呢 就叫核磁共振 就叫大型医疗器械 它其实里面 也是一堆自动化操作 所以人能不能进去 不重要 关键是 就是 所以我们底层逻辑理解了 表面长什么样 就不重要了 关键是 所有的流程是自动化的 而且是质量可控 自动化质量可控以后呢 它就能实现规模化 所以现在的这个最大的问题 其实是规模化问题 规模化解决了以后 生物治疗的时代就来临了 生物治疗 因为我们说其他都已经有了 其他技术都已经具备了 这个个性化的技术都已经具备了 对吧 包括个性化需要的肿瘤药物 这些年也都会越来越多 所以呢 这个其他条件都有了 就差一步 万事具备 直前东风 是什么 就是要实现服务规模化 要自动化的 要机器人 这样呢 他能够用机器来实现自动化 才能规模化放大 对吧 所以这个是 你会看到说 对吧 我们底层逻辑 讲讲讲 生物医疗 结果讲回机器人去了 对吧 就服务机器人 但你可以理解说 生物医疗就是服务机器人的一种 对吧 其实一回事 那么 当然呢 你就看到说 今天啊 这些Carty上市企业 那其实理解都差远 当然呢 我们也讲过哈 这个虽然呢 现在这个生物制药企业 尤其是传统化学药企业 因为这个第一轮 从化学药的生物药的转变 包括有了这个人工智能辅助 新药研发 这些的技术支持 这些技术都是叫这个 这个产业增强型的技术 都是对头部企业有利的 所以呢 这头部企业呢 现在也是持续扩大研发 包括呢 也收购了很多 这个生物治疗企业 所以这之前啊 最开始生物治疗 刚刚开始起来的时候呢 是医疗器械企业 像张三张森 这些 他们关心 因为医疗器械企业 更理解生物治疗 因为这个逻辑 它的销售逻辑是一样的 就我往一个大医院 卖一个核四共振 我绝不只是找医生就行 我得找院长 我得弄一科室 我还得科室 所有人做培训 我还得持续供你这个耗材 这个和卖药是完全不同的 但是呢 这和未来的生物治疗非常像 生物治疗就是 Carty就是要建一个实验室 然后要持续不断的 给人提供培训 然后还要这个 保证质量标准 然后还要持续提供耗材 所以和这个医疗器械非常像 所以一开始醒悟的是医疗器械企业 但是他们对医疗器械企业 毕竟对生物治疗的理解 还有点弱 然后生物治疗企业 这个传统化学药企业 因为不断的去并购生物药企业 然后兴头来了 也并购生物治疗企业 但是他们也对未来 没有足够了解 他对自动化 对如何实现服务规模化 这个底层逻辑不理解 他对他来说还是擅长卖药 而且未来这个冲突会很大 那么就会带来一个问题了 就是两边原来都有机会 现在看起来机会都不大 那谁会是未来赢家呢 那很有可能就是第三方企业 第三方企业呢 就是说当然一种可能是 今天做卡尔T的企业 我越来越做自动化程度越高 我就变成一个自动化平台了 甚至说我将来容纳N种的卡尔T技术 对吧 然后呢 当然另一种呢 就是我就是做一个第三方的这个平台 我就是这个让卡尔T能带我这样跑 就相当于说 因为其实这个国外也有一些 做类似尝试哈 就是比如说我就做这个细胞培养 我就做这个生物治疗里面一个核心环节 这个像像这个三星生物就干这事了 那你说三星生物有没有可能 最后扩扩扩把自己就做成生物治疗里的 富士康 最后干脆就做成生物治疗里的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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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治疗平台呢 也有可能 也不是没可能 那但是呢 最起码这个机会现在看起来呢 不在大公司手里了 因为这种大转型呢 医疗企业公司现在呢 慢慢又落后了 曾经领先又落后了 而这个大制药企业呢 他要天然矛盾啊 就是他 这个因为和他的这个这个这个 销售逻辑是冲突的啊 他擅长是卖药和这个东西逻辑是冲突的啊 他不理解这逻辑啊 所以呢 他要转型就很困难 就像我们讲这个汽车产业似的 这个汽车产业为什么传统车明明看着电动车 特斯拉在那打不死 因为你你的所有都不支持 你的供应链不支持 你的这个销售渠道不支持 4S店都不卖电动车的 对吧 因为因为没有维修啊 我就希望 我最希望你们家车坏了 坏了我就可以赚好多维修费啊 所以未来4S店就很悲惨 但是呢 这个和4S店绑在一起 绑得很紧的这些车厂子就很麻烦 所以你们看到说呢 有很多时候屁股决定脑袋 有很多人问我 你看这个你讲的这套逻辑 那些大企业就不理解吗 为什么大企业就不知道转变呢 我说原因很简单 就屁股决定脑袋 那大企业即使理解 他也要故意不认同 因为因为因为他和他的原有逻辑不一致 所以这才是创新企业的机会吗 真正创新的核心是理念的创新 所以这个我认为呢 就是生物治疗 未来生物治疗会崛起一批新的 大企业巨无霸 既不是医疗系统也不是 我原来以为是医疗系统 看起来不是 既不是医疗系统 也不是传统的制药企业 而是一批治疗企业 这批治疗企业呢 它最大的特点呢 就是知道怎么把服务规模化 规模化的核心呢 就是自动化 自动化标准化 然后能够复制 能规模化复制 这批企业呢 一旦做成了生物治疗平台 因为它一旦规模化复制 这个平台 而且它可以不光承载一个 生物治疗的这个业务 它可以承载多种生物治疗方法 因为这生物治疗方法 其实都大同小异 基本都涉及到 把你的血细胞拿出来 做修饰 做编辑 然后做扩增 然后再回书 基本都是这个步骤 只不过细节有差异 那也就是说 你如果一个平台呢 是有机会做N多种 这个细胞治疗的 这个服务和操作的 是有这个扩展空间 那这种的平台性企业 未来就会非常大 很有可能就会超越 今天的这个制药企业 也就是说呢 今天的这些大基金 这个投在制药企业里呢 其实看他聪明不聪明 他聪明的是个短期行为 因为我们讲呢 大制药企业呢 因为这个产业增强 对吧 我们说 人工智能是个产业增强 所以呢 大的制药企业呢 会有一定的上升 但是注意哈 不会是翻倍啊 就是一定的上升 涨个10% 20%是有可能的 翻倍非常困难 但是呢 这个长期看呢 还是裸西山的下场 就是10年 那很可能还是被 这个生物治疗企业 替代 而且生物治疗企业 可能崛起去大平台 这些大平台 会不会是今天的企业呢 有可能 但我认为 大概率不是 就是说 可能20%是 80%不是 那当然呢 如果你持续寻找 发现说 这些做卡尔T的 或者做这个 细胞治疗的企业 他们的目标是做平台 而且是做这个 服务规模化平台 你认准他 你投资他就好了 他一定有未来 这个因为 今天大多数人 没想这事 大多数人想的 还是像制药一样 因为制药就这么规定的 他不是没有平台化规定 就是你疗效的规定 还是这个疗效 这个核心不是疗效 核心是规模化 所以今天很多企业的 这个思路不对 所以为什么 我们要跳出产业 跳出这个时代 去理解这个时代 因为你能更高的层面上 理解什么是这个时代 和这个产业的真正的成功因素 所以这个虽然是制药企业的核心 并不只是生产一个药能治病 更多的是它的底层逻辑 也是服务规模化 也是大规模获章 这个那这种时候呢 就会单身一批新的成功企业 这批企业可以巨大 那当然这个现在的 我们说这个比如像传奇生物啊 这些到底是不是 我打个问号 下一集呢 我们认为呢 叫做这个医疗器械化 或者说叫实验室自动化 不管叫什么化 我们说这个实验室自动化 和大型医疗器械化的区别 就是屋里能让不让进人 是一个没什么区别的 那然后呢 这个这个这个 总结一下这个阶段 生物治疗阶段的特点呢 就是大型医疗器械化 它核心解决的是什么呢 就是服务的规模化问题 因为生物治疗 它本质就是个性化的 它本质就是个性化的 所以它要解决规模化 个性化的服务一规模化 对吧 这就是这个实在的特点 所以它这个个性化的时候呢 它已经用到人工智能了 已经用到了基因测学 就是数据数大数据了 对吧 那都用到 那剩下一个呢 就要用这个机器人手段 不管叫什么 不管长什么样 其实等于是机器人 对吧 用机器人的手段呢 实现规模化 然后呢 这个呢 就是第二个转弯 这个转弯是颠覆性的 这在后面还有没有这个 第三个转弯 颠覆性的时候 就意味着原来的不适应了 这个原来老大就不适应了 因为观念不适应 不是钱不适应 是观念不适应 新的就会崛起了 那这个未来还有没有新的颠覆呢 其实未来还有 这个我们说一个呢 就是实际上是并行的 这是一支 这是治病花钱的一支 另一个呢 是帮你健康管理省钱的一支 我们说呢 帮你省钱那个市场 要比帮你花钱的市场大 看似好像省钱市场小 对吧 因为少的钱是少数 花的是多数 但实际上呢 这个帮你花钱这部分呢 是无数企业帮你花 即使我这个做这个治疗平台 那也会有N多个 对吧 但是呢 帮你省钱呢 他可能就几个 因为每个人只需要 一家机构帮自己省钱就好了 做健康管理 我只需要一家帮我做健康管理就好了 但是我吃药 我吃N多件的药 对吧 所以总的来说呢 从数量上 企业数量上讲呢 健康管理企业的数量 要大大的小于这个医疗企业的数量 但是医疗的费用总和等于健康管理 所以健康管理会大很多 这是一个 另外一个呢 很重要 就是说 我们一直讲到再宏观去看 再跳开去看呢 去看产业呢 我们讲说分成三个阶段 产品规模化 你看对应到生物医药呢 就是制药 对吧 就是卖药 那叫产品规模化 然后做成药丸 分发 产品规模化 对吧 然后呢 后面呢 叫做服务规模化 那就是生物治疗 就是服务规模化 再往后呢 叫创意规模化 有人说 现在有这个 叫各营化的 这个打三D打印药丸 三D打印药片 那个是一个小的创意规模化 未来真正创意规模化 叫合成生物学 就是说 甚至针对每个人 创意性的去 给他提供治疗方法 就是所谓叫 这个纳米机器 进入到人体 去做一系列操作 帮你修复 帮你合成 等等等等 对吧 那是下一个阶段 那么当然那个阶段就更远了 我们认为说 这个 顺便说一句 就是说 服务规模化 这阶段会延续很久 不是瞬间就完成的 比如说像我们在生物治疗里 服务规模化 这都是服务规模化的时间 但是呢 是有重叠的 在服务规模化展开的同时呢 慢慢十年之后 我们说 合成生物学就开始 进入家境 就开始有他的市场了 那就进入了这创意规模化时代 那创意规模化的规则 又是完全不同的 这个我们因为 最近一两年都会主讲 这个服务规模化 因为这块有很多细节 大家都没太搞透搞懂 一旦你搞透搞懂的话 都是商业机会 因为现在是 正式服务规模化的展开期 所以我主要集中在这块 但是明后年吧 我会再慢慢把创意规模化 给大家展开 所以你要超前布局 你可以考虑创意规模化 但是现在呢 还有点早 所以包括我们讲说 比如说这个 所谓叫合成生物学 期间为止呢 都还是偏概念 有一些 讲故事 说什么 什么什么什么叫 这个生物燃料 生物燃料 现在唯一能用的 就是叫聚丁醇 就是放在这个 航空石油里 航空燃油里 航空燃油里 20%添加是可以的 没有问题 其他都不行 所以这个很多 这个生物燃料企业 都是和这个传统的 制药企业非常像 就是早早就上市了 然后那市值 一上市的时候 可能三个亿 五个亿美金 然后市值就不断跌跌跌跌 跌到几百亿美金 一直跌到退市 就打两都死掉了 回来的很少 就是时代还没来 就是所以我们讲 不讲产业化 十点的黑科技 就是耍流氓 这个太早了 没有用太晚了 也没有用 太晚赶不上了 太早了 那会成先烈的 所以我们要精确的 判断实点 当然判断实点 就是刚才讲的 还要看更宏观的因素 这个现在的实点 是服务规模化的 这个实点 然后进入到 生物制药和生物治疗的 具体的技术发展的实点 你才能够对这产业 有更竞争的把握 所以呢 还是一样 我们都是这样一个特点 就是说呢 我们不认为这个宏观和卫观是脱节的 不认为这个生物制药是个完全和其他不沾边的产业 但是呢 我们要承认生物制药的特殊性 你也不是全都是一样的 它和汽车有共性 刚才我们举了例子了 对吧 但是也不是说一个汽车专家就能把生物产业玩的转 还是有大量的这个个性 所以在这个共性和个性充分了解的情况之下 那我们就能够充分的理解未来 这个是我们希望大家能够掌握的 所以希望你能够从宏观一直看到卫观 所以这个跟国内一些专家交流 我们也是怎么讲 就是说这个很多人呢 要么就一说宏观就没卫观 一说卫观就没宏观 都是不对的 卫观聚集起来会变成宏观 但是宏观确实有很多规律 能够指导卫观的下一步的发展 所有这些目的不是宏观卫观 是什么 是更精准的预测未来 因为你预测未来预测对了 这是目标 预测对了以后 就可以提前布局 提前安排 就一定是获益者 我们希望我们每个人 当然前提是科技是有自己的内在规律的 你才能预测准 如果连规律都没有怎么预测准 那么我们很荣幸觉得是发现了这规律了 而且这几个层次 就发现这规律 而且觉得大家是可以理解 可以掌握的 我希望大家一起掌握这规律 你能够洞察未来 你就可以事先做所有的安排规划 那你就可以成为未来的赢家 那希望每个人都是未来赢家 今天的内容就到这 好吧 我们下周再见 顺便说一句 因为还有最后一个月了 今天是第一次课 这个月有五次课 最后一次课就12月30号了 前面四次就是未来产业趋势的应用 这四部分 四个应用部分 然后最后一个是上次跟我们贺老师 跟Tina几个同事一起商量 因为大家都觉得还挺愿意听 我们原来讲的人生的意义的 然后包括最近做个加餐 讲了人类的意义 就是讲了人类的进化 那我会在这个12月30号 稍微再给大家误误虚 因为马上要这个过眼淡了 讲一讲这个从群体角度 如何理解人生的意义 这个等于是我写的人生意义的 那个文章的下半章 那个其实是那整个文章 是个上半部分 讲的是从个体角度看的人生意义 那我会给大家讲下半部分 从群体角度看人生意义 你会觉得我们会更充实 我希望我们每个人是非常充实的 非常有这种自我满足感的 去干一件自己觉得特别自豪的事情 那会更有成就 好吧 那我们Homer下周再聊 好 拜拜 感谢观看 ãy subscribe cho kênh Ghiền Mì Gõ Để không bỏ lỡ OVER